鍾書曼和陳潔玲兩位女藝人 去年合作搞防疫產品生意 不過就發生淺陰上的糾紛 Sherman日品向對方追討大約4萬元本金 案件一日在小額前債審財處審理 Sherman和妹妹鍾書琦 以及兩名朋友先到法院 其後陳潔玲和男友借卓凡也抵達 庭上裁判官批准申索人Sherman 在3月22日前補交部分修訂的供辭 停後陳潔玲和男友離開時 亦有接受簡短訪問 雙方同意退貨安排 同意退貨 之後我們再進一步去談 關於退貨的安排是怎樣 然後我提出了 我希望對方可以簽署退貨協議書 但對方關於協議書的內容 他就不太同意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樣有個爭拗在 就演變到今天他就去入品這個小額前債 就追討回我 他就說他不要貨了 他現在就說他想要錢 其實他在跟我發生這個爭拗之後 他已經委託了律師 就出了律師信給我 其實我們後面已經通過律師信 就去書信溝通 至於Sharmon亦有回應在場的傳媒 他指對方去年12月只提出退貨 但貨品已經過期失去價值 他亦重新一直不排除和解的可能性 其實我想因為一直都不會很開放地去說這件事 一直以來都是有一些和解的協議 是提出過的 一直都有 到今天為止我都希望是和解終結 那就完了案了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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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去到今天 我們都還在庭道審 始終可能大家的看法不同 大家的看法不同 可能最公平就是給官去審 裁判官在庭上也提到 雙方要提供2020年5月消毒噴霧的市場價格證據 案件將於6月16日續審